2024世界音乐节在台湾 邀请非洲未来主义的Kizaba 意大利三重奏乐团Swano Daire 热情浪漫男子雷琴等高达28场演出 10月11日至10月13日 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购票详情请洽Klook KKTix 以上内容为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广告 HIGH FLY BALL INTO WHITE FIELD SHE IS GONE 我是爱运动的子录 让我们一起关心台湾选手们 网球 羽球 桌球以及田径的赛事 欢迎收听子录运动 欢迎收听子录运动第66集节目 大家好 我是爱运动的子录 这一集的节目开始 我想要来讲一个有趣的网球新闻哦 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啊 他想要办一场网球赛事 然后来参加的球员呢 由他来决定 赛制呢 也由他来决定哦 我们来看一下他找到哪些球员 世界排名第一的亚尼斯因尔 意大利人 然后世界排名第三 西班牙的卡罗斯阿卡里斯 再来世界排名第五 这是俄罗斯的哦 Daniel Medvedev 再来还有谁 世界排名十二 丹麦的 不是十二 是十三 诶 看一下哦 十四 Holger Rune 然后找了这四名选手 再加上世界排名第四 Nova Djokovic 以及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掉到 150几的西班牙选手 Rafa Nadeo 他找了这六个人来哦 然后要打好几场比赛哦 我们来看一下赛制哦 赛制是那个亚尼斯因尔 世界排名第一的亚尼斯因尔 要先跟Daniel Medvedev 先打第一轮的赛事 那千表另外一边呢 Rune以及阿卡里斯 也要打第一轮的赛事 他们分数在千表两边 然后胜方再分别去跟 Djokovic以及Nadeo 去打第二轮的赛事 然后胜方呢 再进去打第三轮 第三轮就决定冠亚军是谁了哦 这个奇怪的赛事 分明就是 李玉Jokovic以及Nadeo嘛 那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 其他那些顶尖的选手 愿意来打这场比赛呢 是因为 有钱人师鬼推磨啦 有钱好办事啦 这个 你只要来参赛 最低的保证奖金 就等于是出场费啦 150万美元 150万美元 在一场网球赛里面的奖金 算多少 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今年 美国网球公开赛 亚军 获得的奖金是180万美元 但是你要拿到这个亚军 你要过好几轮 你要128之前 一直打打打打打 打到决赛去 你要每一场都赢哦 你才能够进决赛哦 然后你在决赛的时候输掉 你拿180万美元 但是这一场 这个阿拉伯大公国 他办了比赛 是你的出场费 就150万美金了 你只要肯来打 我就给你150万美金 你即使第一轮就输了 你也可以拿到那些钱 真是 真是有钱好办事啊 在这样子 优渥奖金的利益之下 哎 你就很想要去打这场比赛啦 好 那不只是出场费 150万美金而已 你 如果可以获胜的话 你的获胜的奖金 冠军奖金啊 更是高达600万美元耶 这个600万美元的奖金 更是 钱无古人耶 因为大满贯 最高最高的奖金 就是大满贯冠军的奖金嘛 那也才380万美元了 距离这个600万美元 还差了远了哦 在这种 这种奖金的记忆之下 就会让这些 世界顶尖的选手 真的会来参加这些比赛了啦 哦 真是 真是爽啊 好的 那这项比赛呢 会在这个月开打哦 10月16号到19号啦 16号就是先打第一轮的赛事 然后19号就会打冠军赛了哦 就是知道 600万美元的奖金 属谁啊 这真的是 好夸张的奖金哦 好 就用这个网球新闻 来当做这期节目的开始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 我们节目的部分啦 第一个单元 职业网球 我们先来看 男子的职业网球的部分哦 上个礼拜进行的赛事 等级比较高的是 C100等级的ATP挑战赛 哇 这场赛事精彩啦 因为台湾选手 角出了好成绩哦 吴东霖延续了 他在台威斯杯的好状况哦 在前集的节目有讲到嘛 他在台威斯杯呢 个人连拿了两个单打的胜利哦 也帮台湾守住了 这场台威斯杯的胜利 好 他把这个好状况延续到 职业网球里面去哦 他在这场C100等级 泰国曼谷的网球公开赛里面 拿到了冠军 这是他生涯 第二座的ATP挑战赛冠军哦 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个ATP挑战赛冠军 曾俊兴过去曾经拿过四座 然后徐玉修呢 曾经拿过一座 吴东霖这一座冠军是他的第二座 ATP挑战赛的冠军 但是啊 我们 来看一下 曾俊兴过去拿到了四座呢 分别是三座C80等级的冠军 以及一座C75等级的冠军 那 许玉修 他拿到的那座冠军呢 是C80等级的冠军 吴东霖过去拿到的那座冠军呢 也是C80等级的冠军 虽然同样都是ATP挑战赛等级啊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区分 这个比较低阶跟比较高阶的赛事啊 你这个越高阶的赛事想当然了嘛 你的冠军的奖金跟积分越高 所以你来参赛的选手的数值也会更高啊 其实啊 我刚刚念的什么C80C75啊C100啊 这个我要再来解释一下啦 在2023年之前 2023年之前哦 ATP挑战赛的等级的区分 分为C80 90 100 110跟125 其实这个Range不大啦 C80到C125 所谓的80就是你拿到冠军 你可以获得80分的积分 125就是你拿到这场 125冠军等级的 125等级的冠军 你会拿到125分的积分 你看哦 80到125这个差异不大 才差了50%左右而已嘛 在这个差异不是很大的桩之下呢 选手在选比赛 因为也不用挑的太仔细啦 就是只要时间啊 什么地点啊 比较符合一点 其实你都可以参赛 哦 爱美的你怎么又在吸烟 你看看你 明明还年轻 脸上卷很多皱纹 牙齿还很黄 还要花大钱定期去做医美 太不划算了啦 为你的外貌着想 不吸烟才亮丽 借烟才是最好的选择 趁台湾女孩日 快拨打免费借烟专线 0800636363 展现Girl Power 炎快拨了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只要时间啊 什么地点啊 比较符合一点 其实你都可以参赛 但是在2023年之后呢 ATP挑战赛有做了一些改变哦 他把赛事的等级区分的比较大一点哦 在2023年之后分成C50等级的 然后75等级100等级125等级 以及175等级 所以最低的是50等级 就是你冠军的话拿到50分 最高的话呢是175等级 你冠军的话拿到175分 诶这个差异就大了哦 这个差异就大了 所以你要拿到175等级的冠军 你也是叫做挑战赛的冠军 你拿到50等级的冠军 你也叫做挑战赛的冠军 报纸一定都跟你说挑战赛的冠军而已 他不会告诉你这场比赛等级是多少等级的 但是像吴冬你拿到这一座啦 是2023年之后嘛就是 100等级是位在这个心智里面的第三阶 那我刚刚讲了很多 曾俊欣有拿过三座80等级的冠军 然后徐玉修也拿过一座80等级的冠军 吴东霖也拿过一座80等级的冠军 这都是在2023年之前拿到的 2023年之前 80等级是ATP挑战赛里面最低等级的赛事 所以相对的来讲 吴东霖这座100等级的冠军 难度其实比之前的那些 那些选手拿到的冠军的等级还要再难一些 我这样的解释不要听都没有 有没有办法理解 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多听几遍 恭喜吴东霖拿到这座 C100等级的ATP挑战赛冠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选手 同样也是来参加这场 位在泰国暖吴李福的ATP挑战赛 100等级的ATP挑战赛 他是徐玉修 可惜徐玉修在第一轮就遇到了 赛会的第二种子 然后就输球了 在第一轮止步 另外一位选手何成瑞参加双达比赛 在这场比赛的双达呢 达到8强止步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选手 他们都是参加位在中国符咒 25等级的ITF巡回赛 这算是比较基础成绩的赛事 有黄崇豪有徐传恩有陈颖哲 然后伊邦朔李冠逸 吕正宇还有蔡长林等人 这场赛事打得比较好的是黄崇豪 他的单双打都打到了8强 黄崇豪的单打打到8强 以后遇到赛会的第一种子 输球只步在8强 但是单打8强算是很不错 然后徐传恩跟陈颖哲的双打 也都打到8强 算是这场比赛成绩比较好的球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子球员的成绩 女子球员上周 有参加位在中国北京的 1000等级的中国公开赛 这场赛事的总奖金 890万美元 非常的高 很可惜 但是在这场比赛出场的两位女双选手都表现得不好 谢史维呢 他搭配中国的王兴宇去打双打 他原本的 比利时的Mertens 这是跟中国的张帅搭档 谢史维原本没有打算参加这场赛事 所以他的搭档Mertens 就去找了中国的张帅搭档 然后 临时想要打这场赛事 他就找了王兴宇 拿了这场赛事的外卡 然后来打 打这场中国公开赛 很可惜 双打止步在第一轮 至于吴芳弦方面呢 也是双打止步在第一轮 倒是梁恩索 梁恩索 他的事业排名 280几名还是90几名 要打这一场千分等级的中国公开赛 他的单打必须从后来赛开始打起 后来赛的前两轮 遇到的对手 排名都比他高出非常的多 尤其是第一轮的对手是Irani 他的事业排名前百 但是梁恩索 没有再怕的 在会外赛连过两关 闯进到会内去 真的是打破了众人的眼镜 没想到他可以这样子 会外赛连闯两关 打到会内的第一轮输球 虽然他在会内的第一轮就输球了 不过 这个会内第一轮的成绩 也是算是很不错了 真是打破众人眼镜的成绩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赛事 其他都是比较基础层级的 15等级的ITF巡回赛 那参加单打的选手是格兰乔安娜 在沙姆沙一赫这一战 拿到了单打的4强的成绩 格兰乔安娜是三后复出的 三后复出 拿到一个4强的成绩 先增加一点自己的信心 不然其实格兰乔安娜之前 不会来打15等级的比赛 就是因为上后复出的关系 接着呢也是15等级位在韩国宁悦的比赛 在这场赛事 我们的双打也有较出好成绩 是李亚欣跟林方安搭档的双打 在这场韩国宁悦的15等级ITF巡回赛 拿到了双打冠军 接着林方安 林方安他的单打也打进去到了8强 至于其他的选手 万亦文 曾慕杰 以及简培如 也都有参加这场赛事 年轻选手都还在继续培养经验当中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网球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场BWF的羽毛球赛事 是超级300位在中国澳门的比赛 总奖金21万美元 9月24号到9月29号举行的比赛 好 那这种中介比赛 很有趣 中介比赛 不高不低 因为不高不低 所以世界排名前20的不太来打 就会给很多新生代机会 新生代他想要在300赛等级的比赛冒出头 但是中生代他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老将则是要证明他自己还能打 所以这种不高不低的中阶的赛事 就会很有趣 我们先来看一下南丹 南丹 我自己定义的 超过30岁的成为老将 总共在这场超级300的八强里面 占了三个席次 接着呢25岁 正负34岁的我们称为中生代 我自己定义的 然后再说明一下这是我自己定义的 好 那中生代呢在这场赛事里面占了两位 20岁21岁以下 21岁以下的 我称为新生代 在这场赛事里面占了三位 就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的战争 好啦 很可惜的是 这老中青三代里面呢 没有一位台湾选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的南丹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周天成啊 王子伟啊 林俊毅啊 他们通常没有来打 李家豪也没来打 不过哦 齐佑人那个27岁的选手 然后 苏立扬哦 他们都有来打哦 而且分分别位于第三种子 跟第四种子 很可惜的是 两位选手都没有表现好 齐佑人在第一轮就 爆能输球 输给了外 从会外赛晋级的选手 那苏立扬呢 则是在第二轮的赛事里面 输给了日本的高桥光世哦 高桥光世哦 其实排名没有多高哦 世界排名54名 然后23岁 其实他的成绩普普而已哦 今年到现在 各个 各大大小小的赛事哦 高桥光世打了9场 最好的成绩也不过 有四场比赛 打到第二轮这样子而已哦 所以我们的苏立扬在这边 输给他哦 实在是蛮可惜的 另外啊 另外 廖佐福呢 在32强的比赛里面 是输给了自家人啊 苏立扬哦 那就没办法啦 两位台湾选手相争嘛 总有一位要输球的 那王柏威这场赛事就有趣了哦 王柏威输给了大麻选手贺首维哦 这个比赛我要特别来讲一下 你知道王柏威 王柏威他91年次的哦 然后世界排名目前是80几名哦 但是你要知道王柏威是那个 呃全国排名赛 台湾的全国排名赛哦 最近的三次他全部进打进去到四强哦 全国排名赛王子维不会来参加 周天成不会来参加 林俊逸不会来参加 只有只有他们三位没有来参加而已哦 王柏威要跟其他众多的选手竞争哦 他可以连续三届都打进去到四强哦 尤其是在92年的第二次全国羽球排名赛 他更是拿到了第一名哦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王柏威其实 在年轻选手里面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可是他在这场比赛的32强里面 输给了大麻选手马来西亚选手贺首维哦 贺首维比王柏威年轻两岁 目前世界排名50几名也没有到非常好啦 其实五六七八十名 其实这个实力都很接近哦 贺首维已经是马来西亚的四哥了哦 那我们的王柏威很可惜的就是说 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里面输给了贺首维 有趣的是哦 贺首维 我刚刚讲他93年次嘛 所以今年也才才到20岁而已哦 贺首维打进去到16强里面 他遇到的是94年次的印尼的选手法汉哦 这就有趣了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嗯 你会发现说 其实各国的年轻选手 都想要在这种超级300的赛事里面冒出头哦 都有那种 那种那个竞争力都很明显哦 尤其刚刚讲 就是四年次印尼的法汉哦 在这场赛事里面更是打进去到的四强哦 所以呃 台湾的年轻选手 没有在这场比赛冒出头 就觉得很可惜啦哦 好另外一位 还有一位选手 92年次的黄玉凯哦 他则是在16强的比赛呢 嗯 千云不好啦 输给了 遇到了啦 遇到了大会的第一种子李卓耀 李卓耀的世界排名 第16名啊 目前是第16名啊 那就是千云不好 遇到第一种子输掉了哦 好 那以上呢就是五位的男单选手哦 来参加这场赛事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单哦 哎 对了对了对了 另外要再提一下哦 郭冠玲、黄品贤、郑凯哦 都是在户外赛的时候输球 没有禁止到会内来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女单哦 刚男单有五位选手参赛 女单的话呢则是七位选手参赛哦 七位选手 而且女单这次的表现 出乎意料的好啊 非常非常的好哦 女单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状况哦 女单的年纪定义哦 我要跟男单不一样一点哦 女单超过28岁 我就要称呼她为老将哦 在这场比赛的八强里面 占了一位 然后22岁到27岁之间呢 我会把它定义成中生代哦 在这场赛事里面占了五位 那新生代呢 那新生代呢 则是21岁以下的 在这场赛事里面有两位 那比较令人 嗯 兴奋的是 高兴的是 有两位 台湾中生代的选手呢 占据了两个八强的位置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台湾选手 在这场赛事的表现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年轻的选手 两三年前 呃 像91年次的黄敬平啊 92年次的黄又勋啊 都很被这个羽毛球界看好哦 就是说这两位选手 很有机会可以打出成绩来哦 但经过了这两年过去了哦 那两位选手 并没有打出多好的表现 在这场赛事里面 黄又勋哦 在第一轮32强就输给了 我们的自家选手 86年次的洪毅庭 那黄敬平呢 91年次的黄敬平哦 这次在第一轮里面 就输给了瓦塔尼哦 瓦塔尼哦 瓦塔尼其实 在我节目里面 有讲过他蛮多次哦 是印尼 年轻一代 21岁以下的选手 年轻一代里面 表现非常好的选手 在台北宇球公安赛 还有什么 香港吗 还是哪一场比赛呢 两度打败了我们的戴智颖 这应该大家还有印象了哦 那很可惜这两位 台湾的年轻选手 都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输球了哦 另外董秋彤哦 董秋彤 他从会外赛打进来的哦 他也在第一轮输球 打进去到16强的呢 有梁婷宇哦 在16强里面输给了 同样来自台湾的邱品茜 那洪毅庭呢 在16强里面呢 也是输给了台湾的选手 林湘体 所以邱品茜跟林湘体 继续向前挺进哦 挺进到8强 所以我刚刚讲说 台湾有两名选手 中生代的选手 占据了8强的位置哦 就是讲邱品茜跟林湘体啊 邱品茜是88年次的 林湘体是87年次的 87年是26岁 88年次25岁 就是中生代的年纪啊 在羽毛球的女单里面来讲 好 表现得很好哦 8强还没有停下脚步 来继续向前挺进 然后邱品茜在 在这个4强的赛事哦 输给了高芳姐 这是中国的选手 也是中国的中生代吧 那林湘体呢 打军到冠亚军决赛 同样输给了高芳姐哦 那很可惜 两位选手都败了他的手下 但是林湘体在超级300的 赛事里面拿到了亚军 他生涯里面最好的成绩哦 我们恭喜林湘体跟邱品茜 在这场赛事里面都拿到好成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南双哦 南双有9组选手参赛哦 9组算多了哦 因为我们不是主场哦 这是位在中国的那个什么 中国的澳门的比赛哦 双打方面哦 指步在16强的有林宾伟 跟苏靖恒的组合 然后邱向杰跟王麒麟的组合 以及何志伟跟黄瑞巡的组合 那其中啊 邱向杰跟王麒麟的组合 是输给自家人啊 李方任跟李方志兄弟 何志伟跟黄瑞巡也是输给自家人 卢明哲跟唐凯威的组合 好 然后打进入到16强的张克奇跟陈信源啊 也在16强里面输给了卢明哲跟唐凯威 然后陈子惠跟林玉杰呢 打进入到16强 也是输给了李方任李方志兄弟当哦 另外一组达到16强的组合 是陈振宽跟陈胜发辣哦 接着八强的组合 刘广恒跟杨博涵 卢明哲跟唐凯威哦 这两个组合都止步在八强 另外一个达到4强的组合呢 就是我们的双李兄弟啊 双李兄弟在这场赛事里面 排到第4种子哦 最终的成绩呢 也是止步在4强哦 有完成他这个第4种子的任务了哦 再来我们看一下女双哦 女双有12组选手的参赛哦 非常的多啊 这真的不是我们的组场耶 我们的参赛的女双 真的可以达到12组之多啊 好多好多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12组 止步在32强的有 谢蜜妍跟黄梓玲这个年轻的组合 蔡若玲跟王怡真啊 这也是我们的年轻组合哦 另外还有宋硕云 不是宋硕 是徐雅琴跟宋又轩 还有董秋彤跟邱品茜哦 都是止步在32强 其实刚刚在女蛋方面有看到邱品茜 打进去到4强嘛哦 那应该就是说 女双这边啊 他早点输球哦 那个体力才可以维持得住啊 不然两边要顾真的是还蛮难的耶 好再来 到16强的组合有邓纯勋跟林子君哦 然后胡林芳跟郑宇杰 这两位 不是两位 这两个组合 则是止步在16强 其实胡林芳跟郑宇杰这边要讲到一下哦 他们他们是乎莱赛晋级的选手哦 然后在第一轮暴能打败了第7的种子哦 然后一路挺进到到16强里面去哦 我们这次的女双其实表现得非常的好哦 8强里面哦 有5个组合 是台湾的选手哦 许一会跟林智云呢 有打到8强哦 然后李子真跟林彦宇也是打到8强 林小敏跟汪玉桥也是打到8强哦 除了这三个止步在8强的组合以外呢 杨竹云跟詹佑真更是打进去到了4强哦 在4强里才输给了中国的选手 然后谢佩恩跟洪恩池四强赢球之后 继续挺进到冠亚军的决赛里面去哦 然后在冠亚军的决赛里面呢 再输给中国的选手哦 最后拿到亚军 不过这个亚军已经是 谢佩山跟洪恩池搭档 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哦 在超级300的澳门语球公开赛拿到了亚军 然后杨竹云跟詹佑真也是 生涯最好的成绩哦 超级300的澳门语球公开赛的四强 好在女生看完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混双的部分哦 混双我们参赛的选手更多了 参赛的选手更多了 参赛的选手更多了 高达14组哦 将近要占的一半哦 这真的是不是我们的主场耶 不过混双这边哦 我就不细讲了哦 因为我们的全部的组合 在16强之前 全部的组合几乎全部淘汰 14个组合里面淘汰的13组哦 最后只有剩下一组继续往前走哦 继续往前走的那个组合是 叶红卫跟占佑真的组合 好哦 这边讲一下哦 混双只有六个种子的组合哦 因为第四种子跟第七种子都在赛前退赛了哦 所以剩下六个种子有来打比赛 六个种子打到八强里面 还剩下五个种子 唯一一组没在八强之前啊 就被打掉的种子组合呢 就是被我们的叶红卫跟占佑真的组合给打掉的哦 他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哦 大会的第二种子 新加坡的熊凯跟陈维涵 然后在八强的比赛呢 那个叶红卫跟占佑真的组合 又打败了大会的第六种子 中国的陈兴跟张词哦 然后闯进到了四强 最后才输给了第五种子哦 中国的郭兴蛙跟陈维 好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叶红卫跟詹佑真啊 是在奥运之后的超级七百五 日本语球公开赛开始他 开始搭档 然后在超级五百的韩国语球公开赛呢 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当时呢打到了八强 就是输给了陈兴跟张词 然后在这场比赛里面复仇了哦 生涯的第三次大档 就拿到了超级三百的澳门 宇球公开赛的四强 也是恭喜叶红卫跟詹佑真啊 那看起来李嘉欣要不要 赶快把伤养好 赶快回来 回来跟叶红卫打 不然你的位置 可能要被詹佑真抢走了哦 那这开玩笑的啦 好这个 宇球部分到这边 第三个单元呢 我们来看WTT的桌球赛哦 这是位在中国北京的大满贯哦 这场赛事的总奖金200万美元 单打64千 双打有32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选手的表现哦 这个庄志源呢 最后退赛了 并没有参加这场赛事 然后三位男单选手 从会外赛出发 很可惜的是张佑安哦 在会外赛第二轮 还有黄艳成在会外赛第三轮就落马了 没机会挺进到会内啦 廖正廷方面呢 会外连过了三关哦 会内的第一关再赢球哦 挺进到会内来哦 他会会内的第一关 打败的是韩国的张宇正哦 这有点小爆能哦 挺进到会内的第二轮 会内的第二轮可以拿到 一万一千美元的奖金哦 哦这真的很丰富 真的很丰富 果然是大赛啦哦 好 然后林云如呢 林云如则是可惜了 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输球了哦 输给了世界排名24的瑞典选手 卡尔伯格 那双方过去交手过四次 林云如未曾输过手 没有失手过哦 但是在这两 WTT的冠军赛里面第一轮 却以2比3的局数输给了对手 比赛就是这样子啊 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不见得是对方打得多好 像这样比赛就是 林云如自己没有表现出来哦 那最后输球 这个总奖金非常的高啦 大比赛啊 第一轮输球还是有5000美元的奖金进账 好另外一位选手 冯一新哦 冯一新也是在第一轮的时候 输给了中国的选手陆桓宇哦 其实冯一新这样也是输的可惜啦 是有机会赢的 好再来 最后一位男单选手 最后一位男单选手是高承睿 高承睿在 在第一轮的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29 前法国医哥Simon Gauzy 双方只有交手过一次 是在今年出世界团体锦票赛的四强中哦 两人交战过啦 当时高承睿以5比11 7比11 6比11被直落山哦 但是在这场WT冠军赛里面呢 两个人参战了五局 最终高承睿3比2 赢了比赛哦 好 接下来第二轮赛是 他会对上日本的护上准府 来介绍一下护上准府哦 护上准府32 不不 23岁啦 刚讲错 23岁哦 在2023年 全日本羽球锦票赛的单打决赛中 击败了日本一哥张本志和 从张本的手上抢走了这个 日本最重要的桌球赛事的冠军哦 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实力有多坚强了啊 他的目前世界排名 第17名哦 也是日本单打排名第二的高手哦 只是这场比赛是安排在 星期二的晚间7点45分比啊 所以我的节目就没办法 为你带来最新的赛况啦 在这边只能跟听众朋友们说声抱歉哦 下周才能够update这个高成瑞第二轮赛事的内容 还有刚刚廖振婷他也是闯进到第二轮嘛 他第二轮也会在礼拜三之后出赛啊 所以我这边也没办法把即时的赛光告诉你 我这边只能先告诉你说 呃高成瑞以及廖振婷呢 是两位闯进南单第二轮的选手 目前还是在进行室当中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女单的比赛哦 女单 呃流星一郑先知跟李玉淳啊 都很可惜 没有办法通过会外赛的考验 尤其郑先知跟李玉淳都在会外赛的最终轮哦 第三轮的时候被淘汰掉哦 就是差一步哦 就可以闯进到会内了哦 那会内出赛的选手当中啊 简童娟他在第一轮的赛事输给了 61岁的阿嬷 卢森堡的尼夏莲哦 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耶 这真是个桌球的传奇人物尼夏莲啊 这个我们还会再关注一下 他要出赛到几岁哦 好再来三位选手 三位女单选手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哦 在第二轮的赛事正在进行当中 第一轮赛事最紧张的是黄仪化的比赛哦 黄仪化在第一轮的对手呢 是葡萄牙籍的中国国外选手夏莲茜哦 前四局打完 黄仪化先拿前两局 接着夏莲茜再拿下第三局跟第四局 然后平手来到第五局哦 决胜局 两位选手都打到第50哦 最终黄仪化才以12比10赢的比赛哦 真是相当相当的惊险哦 然后再来看一下陈宜静 郑宜静啊 郑宜静 我们台湾的一姐郑宜静 郑宜静 以女单世界排名第10的身份参赛哦 列为大会的第7种子 首轮呢 直落山打败了世界排名35中 中国规划到澳大利亚的选手 杨子 刘洋子哦 那第一轮赢了对手 挺进到第二轮的赛事里面去哦 那陈思宇呢 陈思宇是 是台湾唯一一位在这场比赛 爆了单打右报名双打右报名混双 三将赛事都报名的选手哦 单打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 是62名 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呢 以3比1的局数 打败了世界排名33 埃及的16岁天才少女哈纳嘎达 然后单打第二轮的对手呢 会是世界排名100哦 地主的外卡选手刘伟三哦 那这会在星期二的晚间7点进行哦 那我们节目就follow不到哦 那一样跟高陈瑞的状况一样哦 没有办法为你带来最新的赛况哦 真的很可惜 我们下周才能够把赛况告诉你 双打的部分 男双跟女双都还没有进行哦 有进行的是混双啊 混双 混双我们的陈思宇 他打档的是新加坡的选手冯耀恩哦 在第一轮的比赛呢 直落山打败了澳大利亚的华一的刘洋子哦 就是刚刚正一进第一轮的对手啦 然后第二轮呢 混双第二轮呢 他的对手会是西班牙的左手的组合哦 我们再来期待他的混双继续向前挺进哦 这都是现在进行式当中啦 我节目结稿前哦 是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状况啦 如果在我录音完哦 有更新的消息出来哦 我再补录一小段插进来哦 那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哦 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 最后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大叔野球运动频道有赞助的管道哦 我们在折折木制平台上有 五十四、一百五十四、两百五十四 等等不同的赞助方案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 如果你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跟计划也没有关系 你的收听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啦 欢迎分享我们节目给你的亲朋好友 如果你觉得我们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也欢迎告诉我们 让我们有再进一步的空间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